欢迎收看本期华尔街网报 现在是2023年7月5日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消息以及评论分析 首先来看路透社的消息 周三,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 如果各国继续向中国施压 那么他们应准备好应对更多挑战 他形容这些管制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重拳和只是一个开始 魏建国曾在2003至2008年担任副商务部长 现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主任 这是一个国家支持的智库 他补充说 如果继续针对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实施限制 那么反制措施将升级 分析人士表示 由于这些控制措施明显是在美国独立日前夕 以及耶伦从周四开始访华前宣布的 因此他们认为 这些控制措施显然是为了向拜登政府传达信息 而拜登政府一直在针对中国的芯片行业 并推动其盟友如日本和荷兰效仿 中国的举动也引起了人们对可能跟进限制稀土出口的担忧 分析人士指出 12年前因与日本的争端而对出货实施限制 分析人士称 中国周一的举动是在长期的中美技术争斗中的第二次 也是更大的 反击 此前在5月份 中国禁止一些关键的国内行业 从美国记忆芯片制造商美光购买产品 再来看到金融时报的独家报道 据西方和中国官员表示 习近平亲自警告普京不要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这表明北京对俄罗斯的战争感到担忧 尽管在公开场合他对莫斯科提供了默许的支持 这个面对面的信息是在习近平3月份访问莫斯科的国事访问期间传达的 从那以后 中国官员私下里对说服俄罗斯总统放弃了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含蓄威胁进行了自夸 中国政府的高级顾问说 阻止普京使用这种武器一直是中国修复与欧洲关系的核心 2022年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 将莫斯科及其盟友北京与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对立状态 中国在其公开声明中一直反对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但是考虑到习近平与普京的无限制伙伴关系 以及与俄罗斯谈判观点重合的和平计划 许多基辅的支持者对北京对此类威慑的承诺表示怀疑 然而 习近平的警告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即中国在幕后支持其公开言论 并可能对他们的关系产生足够的威胁以阻止普京使用核武器 欧盟外交政策首席代表伯雷尔在3月份表示 习近平的访问降低了核战争的风险 他们已经非常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中国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评论请求 但是 一位前政府官员证实 习近平亲自告诉普京不要使用核武器 并指出中国反对使用核武器的立场被包含在其关于乌克兰和平的立场文件中 克里姆林宫没有立即回应评论请求 西方安全官员说 习近平的访问没有为俄罗斯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收获 例如批准期待已久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 普京感到失望 他们补充说 他们的联合公报中对使用核武器的谴责几乎肯定是应中国的要求添加的 一位官员说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对中国来说全是坏处 美国 英国和法国 北约的三个核大国 告诉克里姆林宫 如果他使用战术核武器 他们将用常规武器攻击其军队 在这些警告之后 普京放弃了他的言论 并且几个月都没有公开提到战术核武器 靠近克里姆林宫的人说 俄罗斯领导人经过预测使用他们可能产生的情况后 独立决定战术核武器不会给俄罗斯带来优势 他们说 核打击可能会将普京为俄罗斯声称的地区 变成受辐射污染的荒地 同时对他的军队的进攻没有任何帮助 与此同时 基辅表示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引发事故 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自2022年3月以来一直被俄罗斯军队占领 并否认其责任 上个月 当乌克兰开始反攻时 普京再次提到了核武器 说俄罗斯已经向白俄罗斯运送了战术核弹头 然而 普京很快补充说 没有必要这么做 因为俄罗斯的军队正在抵挡乌克兰的进攻 然而 塔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亚历山大 加布埃夫说 这个声明表明 即使是中国也可能无法完全阻止普京 核武器是普京防止战争灾难性失败的终极保险 再来看到卫报的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加强努力 以保护生命和财产免受严重洪水的侵害 同时 中国的科学家警告称 7月将带来更多极端天气带来的困境 中部地区的暴雨已经迫使成千上万的人离开家园 破坏了桥梁和其他财产 有视频捕捉到中国西南部重庆的一栋建筑 在汹涌的洪流中倒塌 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称 在同一地区 一座铁路桥在洪水的削弱下倒塌 近日 湖南省中部地区也有超过1万人被疏散 数十座建筑倒塌 初步估计的损失接近6亿元人民币 北京已经经历了自2000年以来最热的6月 温度超过35摄氏度长达14天 法新社报道称 陕西省在周末遭受了50年一遇的大雨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 加上全球气候危机 意味着即使是大城市也面临着水位上升的风险 2021年 洪水席卷了河南省省会郑州 将街道变成河流 将乘客困在被洪水淹没的地铁列车中 一些人的水位深达胸部 至少有12人死亡 今年尚未有洪水死亡报告 近代历史上最致命的洪水发生在1998年 当时有4000多人死亡 大部分是在长江沿岸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负责大约四分之一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承诺 排放量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 并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再来看到美联社的消息 周三 中国对其高级外交官的带有种族色彩的评论 引发的批评予以驳斥 该外交官曾表示欧洲人和美国人无法区分中国人 韩国人和日本人 无论你把头发染得多么黄 或者把鼻子整得多么尖 你都永远无法变成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 你永远无法变成一个西方人 前外交部长 现任中共中央对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王毅如此表示 人需要知道自己的跟在哪里 周一 王毅在中国北方城市青岛的一个三边论坛上说 中国 日本 韩国 如果我们能携手合作不仅符合我们三国的利益 也符合我们人民的期望 我们可以一起繁荣 振兴东亚 丰富世界 王毅的评论立即引起了强烈的谴责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 回避了关于这种批评的问题 他说 我们完全不能统一这种看法 在对论坛的讲话中 王毅强调了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合作 他补充说 一些地区之外的主要国家故意夸大意识形态差异 编织各种排他的小圈子 试图用对抗取代合作 用分裂取代团结 这显然是在指美国 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中国经常指责美国的霸权主义 美国与日本和韩国都有安全联盟 其开放的社会和多党民主制 与中国严格的威权主义一党制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在东北亚最亲密的盟友 是朝鲜和俄罗斯 有数百万美国公民 有中国、日本和韩国血统 一些评论家还指出 王毅的言论让人想起了 日本二十世纪的大东亚共荣圈 这基本上是其征服该大陆 大部分地区 并取代西方影响力的一个幌子 在他的演讲和后来的评论中 王毅为三国之间的历史 和当前的分歧做了铺垫 在1950至53年的朝鲜战争中 中国代表朝鲜与韩国作战 并且对日本在二战中 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野蛮入侵和占领 仍然怀有强烈的怨恨 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其他要闻 高盛下调评级后中国银行股下跌 路透社 高盛下调部分中资银行评级 并引发对整个行业的担忧后 周三在香港上市的中资银行股大幅下跌 恒生内地银行指数下跌于3% 创8个月来最大单日跌幅 高盛分析师将中国农业银行的评级 从中信下调至买出 将中国工商银行核心业银行的评级 从买入下调至买出 报告称 由于盈利受到挤压 中资银行无法维持拨备 资本和股息的良好平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价下跌2.6% 中国工商银行核心业银行股价 分别下跌1.9%和0.5% 中国银行下调4530亿美元企业美元存款利率 彭博社 中国最大的银行数周内第二次下调企业美元存款利率 以稳定人民币汇率 至少由9家银行取消了之前 为企业客户提供的担保隔夜融资利率的利差 较低的存款利率可能会降低人民币 对企业和消费者将其现金兑换成美元的吸引力 从而支撑人民币 经济复苏乏力 中国服务业活动疲软 路透社 根据财新标普全球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中国6月份服务业活动扩张速度放缓 达到5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该指数从5月份的57.1 跌至6月份的53.9 反映出需求疲软和服务业活动放缓 与5月份相比 上月商业活动和新订单增速均放缓 新出口业务增速也放缓 但仍保持强劲 尽管经济放缓 但企业对12个月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预计经济状况会更强劲 新工作也会更多 服务业的就业创造率也有所上升 但总体仍温和 中方表示欢迎欧盟高级外交官尽早访华 路透社 中国外交部表示重视与欧盟的关系 欢迎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 何塞浦·伯雷尔访华 在此声明之前 欧盟发言人宣布 中国取消了伯雷尔下周的访华计划 中方已表示 愿就此防与欧方保持沟通 台湾候选人向美国发出 维持中国现状承诺的信号 彭博社 台湾执政党总统候选人 副总统赖清德誓言 如果当选 将维持与中国的现状 致力于和平稳定 并增强台湾的军事威慑能力 他的言论旨在安抚选民和美国 让他们相信他可以处理 与北京的困难关系 赖的文章与美国及其盟国 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一致 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最近表示 美国致力于维持现状 台湾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是即将到来的 2024年总统选举的 一个关键竞选问题 因为总统蔡英文 因任期限制 而没有资格竞选 北京拒绝与蔡英文举行会谈 除非她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并通过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 来回应她与美国议员的会面 欢迎收看本期华尔街网报 现在是2023年7月5日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 最新消息以及评论分析 首先来看南华早报的消息 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提出了一个建议 但印度拒绝在印度主持的峰会上 支持他签署的一带一路倡议 这是专家预计的举动 在周二举行的 上海合作组织虚拟峰会上 习近平表示 基础设施项目将促进区域合作 贸易和投资 他呼吁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加强协调 在一份联合声明中 刚刚完成上海组织一年 轮值主席国任期的印度和新批准的 正式成员伊朗不支持一带一路战略 自2017年印度作为正式成员 加入上海组织以来 声明一直如此 印度不太同意在联合声明中 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它有自己的基础设施发展项目版本 中国预计印度不会提供支持 南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永彪说 相反 宣言表明上海组织是在保持分歧的同时 寻求共同点 他说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 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潘图奇表示 印度拒绝支持是有实际理由的 一带一路与巴基斯坦一起穿过 克什米尔的争议领土 印度人总是面临一种实际的困境 试图与上海组织就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接触 他们总是说这是一个坏主意 潘图奇说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在峰会讲话中强调 需要合作打击地区恐怖主义 并强调了与北京和莫斯科的分歧 中国强调共同威胁 推动伊朗巴基斯坦接触恐怖主义 已成为对地区和全球和平的威胁 我们必须共同打击可能以任何形式和表现形式的恐怖主义 莫迪说 其他人则提出了更具体的呼吁 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洛马尔特托卡耶夫 敦促加强能源合作 并表示上合组织成员国应设立一个投资基金 习近平再次呼吁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建议建立支付基础设施 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并建立独立的金融结构 中国和俄罗斯都呼吁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中 更广泛地使用本国货币 以推动集团内部更深入的经济一体化 但潘图奇说 印度还有其他选择 我不认为他们有同样的立场 他们有很多西方大国 渴望与他们接触 发展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关系 他说 对于每个人都想做什么和实现什么 并没有真正的共识 这变成了一个不同优先事项的问题 当莫迪谈到国家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时 他说一些国家利用跨境恐怖主义 作为其政策的工具 并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 上合组织必须毫不犹豫地 批评那些支持跨境恐怖主义 作为国家政策一部分的国家 在如此严重的问题上不应该有双重标准 莫迪说 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巴基斯坦 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鸿内表示 这显然是指印度的邻国 莫迪希望上合组织共同施压 李说 中国希望上合组织成为安全和经济合作的平台 但印度仍然更关注恐怖主义 自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来 恐怖主义已经恶化 中国登促巴基斯坦阿富汗在2021年以来的首次会谈中 帮助打击恐怖主义 他说 莫迪的讲话中也提到了区域联通信 这是印度的次要关切或次要目标 反恐是印度在上合组织的首要目标 他补充说 自2020年在加勒万河谷与中国军队发生致命的边境冲突以来 印度经济已显示出去国家化的迹象 尽管边境争端的紧张局势挥之不去 但潘图奇表示 新德里仍然活跃在该地区集团中 并领导了几个工作组 包括那些专注于数字经济的工作组 但同样非常清楚的是 从印度的角度来看 显然有一种沉默 因为他们与中国的敌对关系 他们喜欢投射一种更不可知论的观点 而上合组织是他们心目中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说 再来看到彭博社消息 中国央行支持媒体的一篇评论称 即使人民币进入恐慌下滑 中国也有足够的工具来稳定外汇市场 周三晚些时候发表的这篇评论展示了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 继续向投资者保证的努力 最近人民币对美元跌至15年来的最低水平 评论称 中国的工具包括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银行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用于确定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每日参考利率的反周期因素 以及跨境融资宏观审慎因素的调整 评论称 人民币自5月中旬以来 贬值是由于与中国经济复苏相关的短期因素 没有达到市场预期 过去三个月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超过5% 原因是中国人民银行降息 而美联储加息并暗示将采取更多举措 不过 中国人民银行支持的报纸表示 人民币企稳甚至升值是有基础的 例如经济复苏的整体趋势良好 以及政策支持 评论称 中国外汇市场预期保持稳定 跨境流动 基本平衡 他还将中国的人民币市场描述为具有弹性 该报在离岸人民币抹去了早盘涨幅 并连续4日下跌后发表了评论 此前私营部门对中国服务业活动的衡量指标 显示6月份经济放缓 再来问您看到纽约时报的特别报道 编程随奖是谁 他的太太亲口讲述 上海的企业业务经理贝振英 对他的丈夫被中国当局逮捕 并被指控密谋 推翻政府感到震惊 当他试图了解丈夫的秘密生活时 他发现他可能是编程随想背后的作者 这是一个神秘的博客 12年来一直在中国国内批评执政的共产党 虽然很难确认阮是否真的是作者 但他的被捕和博客的突然沉默 凸显了希望在习近平总统的严格制度下 表达不同意见的中国公民面临的挑战 尽管存在风险 但独立思考在中国不断涌现 展示了人类精神的韧性 编程随想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计算机程序员 他非常私密 并为他不没守成规的生活方式感到自豪 拒绝使用社交媒体或购买新衣服 他于2012年辞去了工作 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阅读和开发开源软件上 他拒绝安装微信和支付宝等流行的中国应用程序 理由是安全问题 他的太太将这些行为归咎于他的工作 直到那天警察冲进他们的公寓 把他带走 被女士表示 他最开始认为丈夫是一个小博客作者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前 当局正试图压制批评 然而 当他被判处七年徒刑时 被女士的视角开始发生变化 他决定绕过中国的在线控制 搜索政府迫切希望隐藏的博客 经过一番搜索 他发现了并确信自己的丈夫是编程随想 该博客最初是关于软件工程的摇摆不定的思考的集合 但后来采取了更具批判性的语气 分享了有关中国审查做法 历史操纵 以及该国领导人隐藏财富的信息 他获得了忠实的追随者 并成为北京审查机构的目标 随着被女士对未经审查的互联网的深入研究 他了解到受迫害的活动家 律师和公民记者 他聘请了人权律师为软软提出上诉 并开始向外国记者讲述 他甚至开设了一个推特账户 以争取博客粉丝的支持 然而 他面临着来自当局越来越大的压力 他的推特账户最终被删除 他的律师报告说 他们无法联系到他 他沉默了 尽管面临挑战核风险 被女士仍然决心为他的丈夫发声 他拒绝让中国政治现实的异常 成为他的新常态 再来看到卫报消息 克里姆林宫否认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亲自警告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不要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报道 不 我无法证实 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周三 在被问及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时告诉记者 该报道称 习近平在三月份访问莫斯科时 传达了这一信息 佩斯科夫说 两国当时就会谈内容发表了声明 称所有其他关于习近平对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的报道 都是虚构的 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 习近平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的 亲爱的朋友普京 而北京则帮助支撑了俄罗斯受制裁打击的经济 中国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11月 习近平告诉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 国际社会应该反对威胁或使用此类武器 并防止欧亚大陆发生核危机 据报道 习近平在获得第三个总统任期后的首次出访中向普京发出核警告 这表明中国担心乌克兰战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 北京早些时候提出了一项12点和平计划 敦促各方避免和升级 但关键不是建议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 基辅的一些西方盟友一直对北京的威慑力持怀疑态度 因为习近平与普京的伙伴关系无限制 尽管中国国家主席没有明确支持入侵 但他拒绝谴责入侵 并回应了俄罗斯对战争的许多理由 指责西方通过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来助长冲突 自从命令他的军队进入乌克兰以来 普京偶尔会发出对该国使用核武器的含蓄威胁 去年9月警告西方 当他说莫斯科将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保护俄罗斯和我们的人民时 他并不是在虚张声势 几位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分析人士 也主张对欧洲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普京最近似乎软化了他的核言论 上个月在圣彼得堡的一次会议上 他说没有必要使用核武器 因为俄罗斯国家的存在没有受到威胁 他补充说莫斯科已向白俄罗斯交付了战术弹头 北约周日称此举为危险和不负责任 据雅虎新闻报道 李文日前传出婚变 整个人报瘦到42公斤 5日二姐李斯林在微博、脸书发表声明 表示李文二日送医后婚离 进医院抢救无效 5日过世 享年48岁 Coco李文二日送医前 发了长达40秒的语音给粉丝 亲爱的 我是Coco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 你们做我的后盾 我会加油 那这段时间呢 希望你们自己也身体健康快乐 我非常想念大家 我在努力努力 想念你们 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 爱你爱你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gifts 非常谢谢所有的礼物 Very thoughtful 非常贴心 Love you guys 爱你们 李文二姐李斯林声明中说明 Coco数年前不幸患上了抑郁症 经过长时间与闭魔斗争 可惜近日病情急转直下 几经波折与抢救 最终于7月5日返魂乏术 于是长辞 在声明中也提到 2023年 本应是Coco出道30周年 29年来 他除了用静歌热舞 带给我们无尽快乐与静喜外 更努力地为华人歌手 在国际歌弹开拓一片新天地 一直全力以赴为华人发光发亮 我们为他感到自豪 声明写道 作为Coco的家人 我们非常感恩和荣幸 有一位这么优秀 杰出的妹妹 感恩上天赐给我们 一位这么善良的天使 希望现在 他去了更快乐的地方 不再受抑郁症抑郁症煎熬 相信上天一定会给他 一个最好的安排 现在 我们最大的责任 就是好好照顾年迈的母亲 希望大家多为这位老人家祈福 也同给我们聊至伤痛的空间和时间 声明写道 再次感谢医护人员 全程尽心尽力的抢救及照顾 同时希望大家除了怀念Coco 更希望你们分享 她那标志的灿烂笑容 真诚待人及传递善良爱心 给你们身边每一位 延续Coco的心愿 让所有在他身边的人 感受到他的爱和快乐 而不少粉丝注意到 李文家人李思琳的声明中 之次未提李文加拿大男友Bruce 近年来南方旅船出出鬼婚电消息 李文闺蜜看不下去 直言Bruce已经出鬼多次 本人也认了 最后让一向正能量的李文撑不住 更一度保守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李文在香港自宅中昏迷 第一时间发现的正是80岁老母亲 打给另外两个女儿后再报警 送到玛丽医院急救 据了解 李文今年因抑郁症关系 与次陷入低潮 家人24小时轮流陪伴她 朋友也常捎来关心 但最后仍无法阻止汉事 李文在11年的婚姻中 不时大善恩爱及家庭乐 更与Bruce的两位女儿相处融洽 但去年传出李文健康亮红灯 之后更自爆入院治疗脚伤 并于情人节前夕在微博表示 离开是最好的安排 It's too late for I love you as 在此前 李文三月才因为腿部就急复发 发表长文写道 我的腿都痛得要命 只是我从来不让人看见我痛苦的一面 这么多年 我只想把我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只要大家开心 多痛也值得 现在我就是一个女战士 再次面临一个大挑战 完成手术后 也立刻就与歌迷报平安 要重新学走路 但是我可以的 Yes I can and I will 谢谢大家 华纳音乐北京稍早也发文证实 李文在7月5日因为抑郁症而离开了 立刻涌入大批粉丝留言哀悼 华纳音乐发文表示 李文自1994年出道以来 一直享有辉煌的音乐生涯 他是华人的骄傲 他的履历一直被所有人深深记住 他不仅将东方音乐和文化之美 带到全球观众的视线中 并且用歌声 舞蹈以及正能量 让大家感受到他 希望带给大家的力量 并难过的感叹 虽然Coco离开了 但希望他的爱和光芒 永远照耀住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大家都因为消息突然 相当悲伤 不过李文生前的正面 也感染身旁的人 二子就直言 作为Coco的家人 我们非常感恩和荣幸 有一位这模优秀 杰出的妹妹 感恩上天赐给我们一位 这么善良的天使 希望现在他去了更快乐的地方 不再受抑郁症煎熬 李文 原名李美林 美籍华语流行女歌手 出生于香港 父亲为印尼华侨 母亲为香港人 于9岁时移民美国加州旧金山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生物学习一夜 1993年回香港参加 TVB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 夺得亚军 其后迁入唱片公司 华星唱片和现代派唱片 1994年6月15日 在台湾发行首张个人唱片正式出道 李文是首位进军美国歌坛 并于全球发行英语唱片 首位登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献唱 首位在NBA篮球赛中场演唱美国国歌 首位获邀于美国洛杉矶华特 迪士尼音乐厅 Walt Disney Concert Hall 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华人歌手 代表作DDD 荣获Billboard国际最佳华语音乐录影带 其所演唱的Unlocked Before Time 曾入为第73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并评词曲制中文版《月光爱人》 荣获第二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2016年 参加《我是歌手》第四季成为总冠军 2022年 担任2022中国好声音导师 以下是Nancy Lee 李斯林脸书全文 至所有爱护Coco李文的歌迷和朋友们 我们怀着极度哀伤的心情 告诉大家一个悲痛的消息 Coco于数年前不幸患上了抑郁症 经过长时间与病魔抗争 可惜近日病情急转直下 于7月2日在家中轻生 送院后一直昏迷 及医院团队努力抢救及治疗 最终于7月5日返魂乏术 于是长辞 2023年本应是Coco出道30周年 29年来 他除了用金歌热舞带给 我们无尽快乐与金喜外 更努力地为华人歌手 在国际歌坛开拓一片新天地 一直全力以赴为华人发光发亮 我们为他感到自豪 作为Coco的家人 我们非常感恩和荣幸 有一位这么优秀 杰出的妹妹 感恩上天赐给我们一位这么善良的天使 希望现在他去了更快乐的地方 不再受抑郁症煎熬 相信上天一定会给他一个最好的安排 现在 我们最大的责任 就是好好照顾年迈的母亲 希望大家多为这位老人家祈福 同时也给我们时间 和私人空间去疗伤 最后 再次感谢医护人员 全程尽心尽力地抢救及照顾 同时希望大家除了怀念Coco 更希望你们分享 她那标志的灿烂笑容 真诚待人 及传递善良爱心 给你们身边每一位 延续Coco的心愿 让所有在她身边的人 感受到她的爱和快乐 Coco在世间尽管停留不久 但她的光芒 永垂不朽 Carol与Nancy气购 亲爱的 我是Coco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 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 我会加油 这段时间 希望你们自己身体健康快乐 我非常想念大家 我在努力努力 想念你们 我也非常想念你们 爱你爱你 亲爱的 我是Coco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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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我是Coco 感受到大家對我的愛跟支持 然後你們做我的後盾 我會加油 這段時間呢 希望你們自己也身體健康快樂 我非常想念大家 我在努力努力 想念你們,我也非常想念你們 愛你愛你 謝謝你們,很漂亮,非常想念 愛你們 網友發現,零一段機二京戶高速突然封路,長達幾個小時,而警車壓車前行,前往蘇州市中心的道路也被封鎖,以四位特殊人物前往準備 據推特網友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引述網友目擊,當日蘇州戒嚴,立交橋下每個橋墩坐著一個黑衣人,而橋上所有車輛被200米外的一輛警車堵住,甚至下午時段部分路段人行道也被封鎖,不讓步行市民,電動車自行車通行 此外,江蘇省公安廳發布通知表示,從7月5日到8日,南京,蘇州兩地全境近飛無人機,也疑似與此有關 再來看到俄羅斯兵變最新情況 根據《華盛頓郵報》消息,白俄羅斯總統亞歷山大盧卡申科週四表示,俄羅斯雇佣軍瓦格納集團的領導人葉夫根尼,普里戈金現已不在白俄羅斯,而是回到了俄羅斯 普里戈金在對俄羅斯國防官員的反叛行動失敗後同意移居鄰國白俄羅斯 至於普里戈金,他在聖彼得堡 他不在白俄羅斯境內,盧卡申科對國有新聞機構說 他在6月27日表示,普里戈金在白俄羅斯是作為莫斯科與瓦格納集團之間協議的一部分 這份協議據稱是由盧卡申科促成的 《華盛頓郵報》無法獨立核實他的說法 在烏克蘭,西部城市利沃夫一次火箭襲擊的死亡人數已經上升至至少4人 有34人受傷,該地區州長星期四說,此前爆炸震動了整個城市 利沃夫市長稱,這是自戰爭開始以來,對該市民用基礎設施的最大攻擊 烏克蘭第一夫人也譴責了這次攻擊,分享了損害的視頻 並稱其為又一個恐怖之夜,目標是遠離前線的平民 再來關注這一時段的其他要文 《華爾街日報》消息 在中美緊張局勢升級之際,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正式抵達北京 觀察人士希望耶倫的訪問能夠在兩國之間建立更多對話 因為北京認為他在中國問題上的觀點更加理性 然而,兩國在貿易、技術和安全事務上不斷發生新的打擊 包括中國加強在古巴的軍事存在,以及美國採取措施遏制中國的技術發展 北京最近宣布,對兩種對先進芯片至關重要的礦物實施出口管制 這被視為針對美國的反制措施 雖然耶倫並不直接控制華盛頓對華的許多措施 但他的訪問預計將建立更多溝通渠道,並就務實合作領域達成共識 耶倫自2021年被任命為財政部長以來首次訪華 正值雙邊緊張局勢,導致兩國重新考慮其商業和投資關係 他在北京的會議預計將重點討論全球挑戰 包括氣候變化和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困境、貿易、技術和台灣方面的分歧 並引發對中國對外國公司施壓策略的擔憂 在耶倫訪問之前 中國宣布對兩種對半導體生產至關重要的礦物實施新的出口管制 這被視為中國創造更多討價還價籌碼以吸引美國關注其擔憂 北京方面希望美國與中國共同穩定關係 解決中方在經貿領域的關切 彭博社消息 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表示 中國已提議與日本建立互免簽證制度 以簡化兩國之間的旅行 疫情發生之前 大多數日本公民可以免簽進入中國 但即使在中國重新開放邊境後 這種情況也沒有恢復 中國官員也向新加坡提出了類似的建議 目前尚不清楚日本是否會同意這一要求 但儘管缺乏中國遊客 該國今年的旅遊業已經出現反彈 東京旅遊業正面臨勞動力短缺 如果允許免簽旅行 這可能難以應對突然增加的中國遊客 半導電視台消息 兩艘俄俄羅斯海軍艦艇太平洋艦隊三年來首次訪華 冷戰時期的護衛艦格羅姆基號和主權號 駛入上海 並將在中國停留至7月11日 預計這些艦艇將參加與中國海軍的聯合演習 重點是艦隊艦通信 編隊機動和海上搜救 中國和俄羅斯的軍事合作凸顯了兩國政府非正式聯盟的力量 儘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這種聯盟仍然持續存在 多倫多新報消息 中國報告6月份新冠死亡人數大幅增加 死亡人數為239人 而5月份為164人 4月和3月則沒有死亡人數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沒有表明 他們是否預計這種趨勢會持續下去 或者是否會恢復預防措施 日本時報消息 莫德納已簽署協議 在中國研發和生產MRNA疫苗 尋求在中國醫藥市場立足 這家美國公司將在上海設立中國總部 並與當地政府合作在中國進行臨床試驗 申請產品審批以及生產和銷售疫苗 此舉出台之際 莫德納面臨著提高其COVID-19疫苗銷售的壓力 而中國提供了潛在的新增長員 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本土開發的滅火疫苗 並且在今年早些時候才批准緊急使用國產的MRNA疫苗 路透社消息 在央行就人民幣近期貶值做出保证後 人民幣對美元周四走強 中國人民銀行連續第四天設定強於預期的中間價 旨在防止人民幣過快貶值 中國央行的保證和行動表明 它希望保持人民幣穩定並防止其進一步貶值 央行努力穩定匯率之際 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訪問中國 討論重新調整兩國關係 半島電視台消息 TikTok已請求一項初步禁令 以阻止蒙大拿州對這款中國應用程序执行禁令 該禁令將於2023年1月1日生效 但遭到TikTok的質疑 理由是它侵犯了該公司及其用户的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權 TikTok還辨稱 該禁令違反了聯邦法律 違反了美國憲法的商業條款 由于擔心中國政府的影響力 該公司面臨著在美國全國範圍內實施禁令的呼聲 如果該禁令得到執行 TikTok估計它將失去重要的業務和廣告合作伙伴關係 彭博社消息 中國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項研究顯示 由于學業壓力 中國年輕人自殺率上升 特別是5至14歲的兒童和15至24歲的兒童 年輕人自殺率的增加 與該國所有年齡段自殺率的下降形成先靈對比 研究人員將其歸因於全國性的心理健康計劃 研究人員呼籲制定一項特別計劃 來幫助年輕人應對學業壓力 並呼籲政府優先制定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計劃 為了在學校取得成功和找到好工作 而進行的激烈競爭 以及大流行的影響和創紀錄的青年失業率 都增加了中國年輕人的壓力 研究人員還警告說 對學業成就的關注可能會掩蓋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 讀第一個ội сообщ人員必定 much 某時的緊急急診要情況是 跟他上載新新同宮的代表 TH Kaz hockey含客人不 ruth 委員的百貴旬 統日都con你 強道ondern對大目標奏 對 tendon口計劃 可能會定會有低 進行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This will allow her to meet, for the first time, new Xi Jinping loyalists that are in top positions, like economic czar Vice Premier He Liefeng, a figure less familiar to the Americans than his predecessor, the Harvard-educated U.S. relations point man Liu He. Everyone will be watching the Yellen-He dynamic amid a plethora of other unknowns. Stephen Engel, Bloomberg News, Beijing. Stephen Engel, Bloomberg News, Beijing. Stephen Engel, Bloomberg News, Beij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